小羊们哥哥都长得很可爱 白色的羊毛显得他们肉嘟嘟 当他们背上了蜗牛壳后 竟然变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还是很可爱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全靠灰太郎的发明 灰太郎为了抓羊 发明了很多道具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坚持 他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次灰太郎的发明是长毛菌溶液 只要被注射了这溶液 毛发就会长得飞快 灰太郎将其注入小羊们的体内 让他们的毛发长得飞快 第二天小羊们都变成了长毛怪 只有暖羊羊没有被注射 他还是正常的 当然他也担任了托尼老师 拼命地拿剪刀给小羊们剪毛发 非羊羊长得非常搞笑 因为毛发长得太长了 也是相当有个性 其他小羊都忍不住笑他 却忘了自己的毛发也很长 喜羊羊 美羊羊和懒羊羊也一样长了很多长毛 不过喜羊羊的羊毛看起来很飘逸 哪怕羊毛被剪掉 又会很快地长出来 这让小羊们非常头疼 村长赶紧研发出脱毛菌溶液 让长毛的小羊们服下 羊毛是脱掉了 可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身体还会长出尖刺 灰太郎开始了抓羊计划 利用机器抓住了长毛美羊羊 他的头发又长又直 像长发公主 就连懒羊羊也一样被抓住 灰太郎将他们放锅里 羊毛将锅给撑破了 喜羊羊喝下了脱毛菌溶液 他身上的羊毛脱掉了 留下一身的刺 和肺羊羊假扮成脱毛医生 趁机救出了美羊羊和懒羊羊 可是脱毛的副作用无法解决 身上全是刺 村长竟然用蘑菇浆尖刺包起来 灰太郎又想出了新的抓羊办法 用药水让小羊们动作变得缓慢 甚至让他们背上了蜗牛壳 灰太郎准备将它们做成烧烤 好在喜羊羊聪明 他发现了旁边的药水 在同伴的帮助下顺利拿到后 喜羊羊将灰太郎和红太郎都变成了蜗牛 小羊们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灰太郎夫妇在后面追 在经过一片岩地时 灰太郎他们爬过 结果化成了一滩水 小羊们成功脱离危险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桃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